你小時候參加過什麼? 演講比賽 然後呢? 我要代表全敗 來跟大家做第一的介紹 OK 那請問你今天要介紹什麼? 你的主題是? 我今天的主題是 798 什麼是798呢? 798就是一個文創 這裡的文創 對 跟我本人的氣質是非常的像 OK 推一下眼鏡 不好意思 來 我們來看一下藝術 藝術是什麼? 藝術就是一個 看不懂 東西 你覺得這是什麼? 我看到一個人 我看到 木材 我們如果沒有來北京 我們怎麼會認識 對啊 是個基因 對不對?我們怎麼會認識 那你覺得台灣講台語嗎? 就你去過兩次台灣跟看到 Luis的感覺 Lu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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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會感覺這個 我覺得 還在這樣子 喔還OK還挺好的 OK 好 我覺得 我覺得是比較溫柔 我覺得你們 會是比較溫柔 然後我講話會講很多 講很多 講話會講很多 很溫柔 很溫柔 他聽不到 他聽不到 他聽不到溫柔 就是話很多的意思 嘴巴開 藏舌腹啦 溫柔 我們話有很多嗎? 一句話會差起來 兩句話這樣 其實我們真的很差 吼哈哈哈哈 噢哈哈哈哈 快點 喜歡Hugo 你是正嗎 不是 我是王后 對 不是王后 來 全部文件給我講 我們現在來到751 就在798的隔壁 這裡不是798 我們已經超越798了 然後我們現在到751 對 然後非常大 超大 Hugo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邊都是文創 但是我覺得差別是 因為我五年前有來過 五年前的時候這邊還有比較多一郎 現在是咖啡店多了 對 就是人都是要賺錢 沒有辦法 你看奧迪都已經進出了 有 剛剛奧迪場我有看到 對 奧迪都已經進出 這個是五年前絕對沒有 其實我們今天來 對 基本上看到的多多 就是逛幾個區 而且是很小的區 但是其實今天來 比較可惜的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禮拜天來 所以很多地方都還在布展 為了準備下週的看 所以就能夠進去看到的一郎不太多 但是呢 茶館啊什麼的 餐飲店很多 對 餐飲店很多 該吃的 該 該買的 我有買 買東西 所以是還不錯 對 下次 所以建議來這邊玩 其實玩個兩三天 如果要逛 我覺得 我必須要講句實在話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藝文的人 如果你喜歡藝術的人 那七九八至少要兩天 但是像我們這種走馬看花 如果你下一次來 一整天 其實可以在這邊吃東西 可以在這邊消費 可以在這邊看藝術品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一整天 對 但是我們 你看我們有多走馬看花 我們甚至不到一整天 我們只有四個小時 好 等會見囉 嗯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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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